如果再回到那场比赛前 你还会这么解说吗 还会是以那样的一个方式吗 这个东西没有假如这种事 不可能有其他人能够代替我的经历 我的感受和我的表达方式 都不太可能 甚至说你自己每一瞬间的你 不是有一个哲学的话讲 你不是昨天的你 对吧 你也不是明天的你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那你之后想起来的时候 会是哪种感受呢 会是我再来还会这么说 还是如果我当时没这么说就好了 其实这件事情 对于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多问题 或者说猜想 揣测 怀疑 什么阴谋论 什么这那 至于大家愿意怎么想 那随大家去吧 我就享受这个传奇好了 对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这就是世界杯的那种放大效应 对因为你永远无法让别人理解你的经历或者感受 可能建宏其实你是部分是完全理解的 也许等咱们都彻底老了的时候 围绕这个事情拍个纪录片 你也可以从你的角度说一些想法 我感谢你